欢迎收看海峡拼金记 我是吴雨淑 秋高气爽又到了吃柿子的季节 台湾新竹县每年这个时节 就会吹起酒降风 特别适合制作柿饼 古厕的院子里一片金黄 吸引大批游客造访拍照 做饰饼剩下的果皮 还延伸出试染工艺 吸引年轻设计师返乡 也做出了逗趣又时髦的文创商品 相当受到欢迎 深秋时间暖阳栩栩 客家古厕院子里遍地金黄 台湾又到了多世之秋 慕名堂兰 因为是新僕的特餐 所以我们特地来台湾过瘾 我本身也很喜欢吃饰饼 所以来这边看到现场的制作 然后他们认真的那个工法 然后赛饼跟那个别的地方 不太一样 然后又闻到味道好香喔 空气中飘散着香甜气味 一盘盘果实菊头饱满 视觉嗅觉双重刺激 让人看了食欲大开 刚出卤的新鲜 而且闻得到龙眼木的味道 虽然新出现 狮子种植量不多 但说到做饰饼 产量占全台湾八成 稳坐冠军宝座 天使地利替新浦小镇 带来甜蜜的礼物 我们这个地方叫汉坑里 汉坑里第一个原因 光字面上一听就汉坑汉坑 就是基本上我们这边 就很少下雨 就很适合做这个饰饼 因为我们要赛啦 二十四节气里面有一个叫做双降的节日 那双降节日来的风 我们就把它举名为酒降风这样子 最好的气候就是烫烤完之后 我们用上来晒太阳 然后再有酒降风帮忙吹 这样是最好的 酒降风吹来带走柿子的水分 每天还得靠员工按摩 才能让饰饼维持Q弹口感 这个动作就是帮它翻面 翻面的原因 因为这边会有痕迹 痕迹也很明显 那如果不翻面 它烤不到晒不到 所以前两天 因为它也比较硬 还没有办法捏 所以前两天 我们都是要有这个动作 帮它大概翻面一下 刘宜成是能嫁第四代 早期阿公阿嬷的年代 火农不擅长宣传 把视笔卖给批发烧 直到有摄影师 发现这片影像创作的世外桃源 如果他来到我们这边发现 跟世外桃源一样 对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以前那个路是非常 进来的路是非常小 可能在门口你都不会觉得 这里面在做视频 那种感觉 对 它进来一拍 然后它又拿去比赛 它只要来我们这边拍的 赛视饼场景 它去比赛没有拿过第三名 不是第一就第二 赛视饼的场景 在摄影圈快速穿红 农家顺势敞开大门 产地转型成观光果园 翻转利润有限的困境 连大陆参访团 都曾经把这里列为 台湾浓游景点 之前也蛮多大陆的团体来参访 然后来旅游的 其实很多也是大陆业者也有来 来交流的 他们就是比较使用现代化的方式 就是用机器去制作 我们这边的话 就是比较有名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保留这种 传统古法制作方式 从削皮到摊烤 制作饰饼的过程 游客引荐为平 火龙变身导览员 饰饼收料随之带动 那因为我们皮削完它已经受伤 如果直接晒它很容易坏掉 所以我们进来就是 先用木材去烧烤之后 它会先有一层保护膜 再上去晒比较不会坏 那再来还有一个用意就是 因为我们会特别挑选龙眼木 那龙眼木它会有些香气 那就是做出来的产品上面 会有点淡淡龙眼干的味道 就是它特别的香气这样子 刘亦诚接班老爸的果园 除了饰饼 他也试着研发新商品 做饰饼的过程 剩下的果皮 开启了新竹的释燃产业 因为奶奶那时候脚不好 膝盖不好 那老人家起来都会找东西扶 对不对 他就坐在柱子旁边 所以他都会扶着那一只柱子站起来 那久而久之 因为饰子 我们消瓶会染到那饰子的汁 那吃之后染上去 结果那个兔子都黑妈妈这样子 柱子果汁经过氧化成了独特染料 熬煮果皮也能产生同样效果 诗员和小官方合作 把废弃的柱子皮维修利用 蔓延小镇有了不同的玩法 3 2 1 放 然后我们就要帮我们的布按摩 要捏捏它 小朋友在白布上绑上弹珠 布料放进柱子果汁里 就能体验试染工艺 小孩教学多了兵分回忆 柱子果汁 有闻到柱子香味吗 有 为什么要不买些 因为它放了一年多 如果没有放一年多就可以吃了 因为我们用的是色的柱子 它不是甜柱 有一点苦苦涩涩的 不好吃 布料经过日晒 在呈现层次分明的太阳染色效果 年轻设计师加入团队 布料应用延伸出逗趣的文创商品 自然它可以晒出漸层的感觉 所以很像东坡肉那个剖面 就肉的那个样子 所以我们就从一颗东坡肉 然后就越做越多 然后就变成一桌年菜 然后我们第二年的时候就想说 那可以再做一些别的 然后我们就做成夜市小吃 然后第三年可能是干载店 从办公室使用小物 到可以把玩的动物公仔 手工创作风格疗愈可爱 创新工艺品 通过电商平台 请到海外 还到南京和厦门参展 我们当时卖包包比较多 然后一些司机 他们远远看到我们东西 会给他一个感觉 就像是皮革的感觉 可是他们走近一看就布包 因为市区这个东西 在大陆本来就有这个东西 是其实他们可能是用在木桶那些上面 年轻设计师返香和果园分工合作 留住更多观光客 历史悠久的产业 还要继续世代相传 在黑龙江北部 农业展现了全新的面貌 运用卫星定位 辅助自动驾驶 无论是插秧还是收割 都能够实现全面自动化 这里还有浓浓的民族风情 东北牡丹江中心村 更是朝鲜族聚集地 当地人看重旅游商机 返乡制作朝鲜美食 甚至还提供换装旅拍 这也让东北的农村朝气蓬勃 秋风送爽 黑龙江渐三江可驱 风光无限 道浪翻滚一片金黄 田地传来轰鸣的机器声 无人割道机来回穿梭 收割金正在把稻米吃进肚子里面 这样可以减少水稻的积损率 同时也可以增加产量 像是过去呢 农民一天只能收一亩地 但现在有了机器加持 一天可以增加到50亩 建三江地处黑龙江 松花江乌苏里江冲击平原腹地 黑土肥沃 但冬季最低温可达零下40度 半个世纪前是人烟罕至的北大荒 如今生机勃勃 还走上科技道路 农民有了好帮手 一个人能管理好多地了 我现在就后悔地都包少了 现在我把我自己都农天活干了 智慧农业就说把我们全解放出来了 我岁数越来越大了 种地了越来越轻松了 再用两三天就能吃了 葛塞的目的就是为降水平 这样它一般都是离地 就是说15到20公分上 这个上下是通透的 它干得能快一些 你没看葛塞都云林铺吗 碎儿一个碎儿 一个碎儿压一个碎儿的 收割完的水稻 摊在节感上晾晒 水分达到安全标准 就能适合进行加工 大名抢先上市 晴玉丘也能提前变现 320亩地 今年渴望替晴玉丘带来人民币 32万相当于新台币 140万的收入 我们央苗的直线度 可以达到正货的2.5厘米 我们有多年驾驶经验的 老驾驶员 也达不到这个效果 卫星导航辅助自动驾驶 插秧机走直线 还能在田间转弯 为期10天的插秧机 少用一名驾驶 就能减少人民币 8000的成本 现代化 竹牢粮食根基 还能应对未来 我们下一代的人 很多也是 不从事农业体力劳动了 这个大势所区 迫使我们向有人 向无人去发展 就是我们面临着 未来谁去种地这个问题 金秋时节 不仅有丰收的喜悦 稻穗也点缀了 位于黑龙江东南部的 牡丹江市 村子里320栋朝鲜民居 白墙辉瓦 湛蓝天空映衬下 就像一幅田园画 干净的没有杂质 牡丹江的中心村 是传统的朝鲜族村落 但是过去有90%的村民 是选择到韩国 日本 以及山东青岛打工 所以被称为空壳村 直到有人累积到一定财富之后 返乡创业 搭上文旅的热潮 现在这里已经变成休闲观光园区 来 冷面来咯 00后的年轻老板 推荐自家招牌冷面 这是定居东北地区的朝鲜族 最日常的饮食 现压草卖面煮熟后 泡个冷水澡 反复搓洗 去除淀粉黏性 吃起来爽滑Q弹 原来这个村子也没有那么繁华 因为年轻人都出去闯荡了 两三年在外面总是给别人打工 中心村这个旅游行业 就发展起来了嘛 然后也是为了把我家里这个 朝鲜族美食文化传承下去 所以我就回来了 显竹人特别注重面料 也特别注重手工 你看他这个缝制的这花啊 点缀的都非常美 对传统服饰如蜀家珍 务农为生的孙凯 感受到中心村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从生活经验激荡出倡议 当此老板投入潜力十足的旅拍行业 有的老人穿着 像节假日啊 他们就穿着 或者有什么活动 我一看很美 我就给他们拍 拍完了我自己看 也很美 我就想 我也想做这个旅拍 美女穿哪个 这些都很美的 他们一般选哪个 还是照相 还是带点颜色 来都来了就要体验一下 人家特殊的不同的特色 通过穿他们的衣服 品尝他们的美食 包括去看他们住的地方 通过这种衣食住情方面来 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文化吧 也是一种民族特色的相互了解 给美女们化完妆 美女们穿得美美的 我心情也买 我想展示一下 我们民族的服饰 也让大家都懂 也让推广出去 经过岁月洗礼 依旧保持鲜明的地域风情 村民放大优势 就能展现朝气蓬勃的 农村新面貌 近几年来 大陆美食在台湾遍地开花 有些坚持原汁原味 有些则做了创新调整 像是这一位陕西姑娘创业 走的是融合路线 带来了老家的传统扯面技巧 在汤品和肉块的部分 改走精致路线 不只让台湾的客人觉得很合胃口 就连来自于陕西的老乡都赞誉有加 每到用餐时刻小小面馆人气发烧 一味招牌油泡面 身材卖相超级扯 拉到最长 很Q 而且很特别 它很大一个那种 它们扯面 但我觉得它口感真的很棒 面条相当地宽 可能这样就这么裤带面 裤带面就这样 其实都在吃 要后面吃 够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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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好吃 宽度比裤带还宽 长度比皮带还长 伴着红润油光 散发诱人娇香 无论男女老少 都得放下优雅矜持 长大嘴巴稀里糊涂 以前吃的扯面没有那么宽 就是它这个还真的还满宽 是第一次吃的 满有嚼劲的还不错 有 没有口感不错 我嘴巴要特别长度大大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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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嘴巴本来就大 你刚吃起来会特别费劲吗 有 有一点费劲 就是你嘴巴没有那么关嘛 可是这个面条是很有弹性 很好 面条格外厚实有劲 一碗顶多放三根 就能饱餐一顿 台湾客人大感惊奇 但在发源地陕西 是理所当然的存在 那在我们老家就是吃裤袋面 比如宽的裤袋面 它都是论根 一根一根 然后我店里面也是啊 就是论根 这一碗我差不多抓200克的量 对 这样子 三根 王颖逸老家在西安 当地自古盛产小麦 家家户户一日三餐 都如不开面点 她从小跟着奶奶妈妈 和面做面 各种技法假轻就熟 但在台湾创业后 内心经常忐忑不安 每一次还没开门 客人都在外面排长队 我手工做的根本都不够卖 为了提升出餐速度 她微调部分制作方式 不过始终坚持 面条下锅前亲手做拉扯 这不仅是给客人的视觉震撼 更是好吃秘诀 它在一个扯的过程中 它面条才会比较Q 所以它才会能达到 我要的这个口感 面条之外 调味用的油泼辣子 也是甲醇手艺 一整锅红通通 却是香而不辣 靠得全是原型蔬菜 陕西八大怪 它其中有一句就是 油泼辣子是一道菜 那油泼辣子 也就在我们陕西人的餐桌上 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调味品 从切菜开始就有诀窍 包括洋葱 还有大法的芹菜香菜 绝对不能摘头趣味 一定要连皮带肉 全部丢进油锅 我妈妈就是她教我 就是这样子会更香 对 她会把一些香辛料 来进去爆 爆香之后把它捞出来 等这个油炸出香味 再倒辣椒和芝麻 所以它才会更香 其实传统的油锅辣子 没有这么高纲 都是面条煮好 采用高温热油 冲入辛香料 逼出瞬间香气 但王宇懿实际做了几次 发现在台湾根本心不同 曾经试过之后 这样浇下去之后呢 整个屋子里面污烟 瘴气 客人根本没办法用餐 我就做了调整 做了改良 就用这种现煮的方式 然后保存住油温 它保存到原来油泼面的香味的同时 然后再去跟面拌在一起 创业大半年来 不断把家乡味做创新呈现 像是从小喝到大的身穿丸子汤 虽然它每天早起腌肉 靠着手工打出粘性 再挤压出一颗颗小肉丸 但接下来步骤出现极大变化 好像在我们老家会煮大锅起来 我们现在正开始说了 又说NO NO NO 它要呈现的就是精致 一中一中 最后那好 那我也做出妥协 在保留原子本身的鲜味的时候 然后做出很漂亮的 就一中一中固定的量 从大锅变小碗 在一中一中重型蒸笼 完全是整边人的坚实 王颖艺的先生 早期在大陆从事餐饮 对两岸消费者的喜好很有研究 却也经常为了小细节 与厨娘太太争论不朽 包括肉的呈现部分 然后在我老家 我们都是大口吃肉 那酱大骨呈出来 真的是猪的大腿骨很大 跟还可以吃到骨髓的那一种 她又说NO NO NO 太远比简了 但她说 你这个吃起来像野人耶 就连配菜酱大骨 老公也挑三拣四 不能太大一根 肉脂还要软嫩 她为此逃遍台湾大小市场 最后找到猪井部位的梅花牌 简单清洗就能下锅炖煮 结果大受好评 连陕西老乡都散不止口 我妹妹是老胖 她觉得她的肉非常的好 我很喜欢 她的肉 她的面 她的面很有咬劲 很Q 很多方面 就是我们都是在争执中 就是慢慢地成长 因为我始终坚持的就是陕西的人之原味 我先生就坚持的就是精致 根据台湾当地饮食文化 然后你怎样去把陕西的文化去进行融合 男人夫妻同心携手 把陕西的传统美味 结合台湾口味做调整 就算只是数米小时 照样人心美业 福建平坛自然资源得天独厚 美丽的海岸线吸引许多剧组到此取景 近年来这里还打造了影视基地 整合资源提供剧组全面的拍摄服务 今年的两岸青年影展 也是选择在这个地方举办 影坛的新声带齐聚交流 星光闪闪 碧海蓝天 蜿蜒曲折的海岛风光梦幻迷人 福建平坛的海景吸引大批游客造访 得天独厚的观光资源 如今成为影视团队取景热点 获得第三十四届惊奇奖 最佳故事片奖的电影 首导人 九城取景就来自平坦 平坦在规划影视场影这一块 我们在竹渝湾这边规划了一个数字影棚 龙山里欢乐小镇那边 我们有一个1比1还原台湾场景的一个实景基地 近年来平坦积极布局影视产业链 竹宇湾影视基地有福建第一个虚拟棚 亚洲规模最大的数位科技影棚 这里还有露衣室 化妆室 演员公寓等设施 打造一条龙式产业链 2020年有12部影视作品的落地 2021年18部 2022年28部 2023年33部 那今年截止到当前已落地15个影视项目 然后数量上是呈那个增长趋势的 对 然后质量跟题材方面是 有呈现这种多样化的这种趋势 自然风光结合影视场影布局 吸引了两岸定人才 以世界IM冷暗青年领战 齐灵最佳影片 恭喜 马姨 我现在也非常激动 给了我很大的能量 就是我可以 如果把这一辈子都投入到电影这件事上 会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 另外来自台湾艺术大学的青年导演 游志杰 作品《四身六道》 则是获得麒麟评委会大奖 今年的影展 有来自台湾学校137部作品 报名参加 9部作品入围50强 最终有4部作品获奖 台湾艺术大学 连续4年报名最踊跃 我其实会觉得创作是蛮纯粹的 然后大家是为了影像有话要说 或者是想要表达一个观点的时候 聚在一起互相讨论 所以有了这个两岸交流的这个平台 这个舞台 星光熠熠的影展 除了有著名导演张爱佳 担任短片主竞赛单元主席 还包括徐晓明 导演魏德胜的台湾知名电影人 共襄盛举 为两岸影视文化交流 打开了一扇视窗 我们可以把自己的作品 就是台湾的一些文化在地特色 然后跟人文的这些口评音 或者是方言 在这个平台汇聚 汇聚而成 然后一起去交流去讨论 我觉得就蛮好的 为了辅导青年团队 今年的影展设立 深深不惜成长计划 两岸经验丰富的电影前辈 以导师的模式 贴身指导年轻创作者 协助他们克服瓶颈 看他们的纪录片 看他们去展演 怎么去讲自己的计划 完全像另外一个人一样 好到不知道是选哪一个 这样 这过程中肯定是 给了我很多的意见指导 包括让我做了一青年导演 怎么了解市场 其实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这个经历很重要 参与影片的短片在数量和品质上 表现日进成熟 影展推动人才培育 成为创作领域和产业发展的一股强劲力量 可不可以歧视深入 大概都是借由这种论坛的机会 让我们更了解 我们两岸各地的这个大学校院 如何在人才培育上面使力 以及希望能够对自己区域的发展 还有产业的振兴做了哪一些努力 我觉得是很有收获的 影展落幕 但创作者正准备展翅高飞 海岛善用地理优势 积极创立影视平台 期待能吸引更多人才汇聚 打造影源注目的产业链 贵州督云毛间 是大陆的十大明察之一 财地督云中年云雾缭绕 靠着特殊环境才能孕育出 这种耐人寻味的独特滋味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海峡 听经济 我是吴雨淑 下个礼拜再会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